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有朱学恒先生 沈玉玲制作人辉文先生 顺美小姐 凤鑫小姐跟邱毅委员 我们首先就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在今天傍晚开始出现的 这是到目前第六天以来第一次 非常完整地记录了整场的暴力事件 我们请盈婷在现场 中下动作的现场 四段现场跟观众朋友来解读 盈婷请说 好 涛哥 确实 我们在刚刚所拿到警方所公布的 进一步的画面 很明确的可以看到 一破破的谎言又被拆穿了 首先第一点 您现在看到就是在2月2号 晚上11点20过后左右的这个画面 这是另外一台车子所拍摄到的画面 您现在看到的是呢 司机已经被这个有机龙辉拖到了人行道上 他试图好几次的要过肩摔 最后把他摔到了这一个红砖道上 而且在后头您有没有看到有个女子 我们一直在问说 这三位知名女艺人在做什么呢 马凯雷他做的事情 他是往前 但他不是去欠嫁 而是呢 他试图的加入 而且呢 他动了好几次手 而在旁边这个地方 大家上车之前呢 其实包括了鸭子 还有香饮 其实都站在旁边 而且是看在眼里的哦 所以也就是说当天的状况呢 两位女艺人呢 站在旁边 而马凯雷是加入 甚至狠狠地朝这个司机 已经躺在地上司机的位置呢 狠狠地踢了好几下 而且甚至我们看到 有机龙辉回头制止马凯雷 再回头再继续打这个温奖 但是马凯雷呢 绕过了他继续地 踢了好几次的 好几次的脚 而在现在现场上 可不可以看到这个计程车呢 其实他是停在旁边目击者 他看到完全不敢有任何反应 因为他吓到了 因为这个动作非常的凶残 在当时呢 我们现在人就在 一先路着这一带 我们问了有几个 其实已经目击到的人 他们告诉我们说 很明显的就是当天看到 没有人敢过去制止 因为非常非常凶狠 而且时间相当的短 但是呢 都是置人与死的一个方式哦 就是根本就是非常用力 使尽全身的力 在动手打这个温奖 短短时间内呢 我们确定有三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当天呢 灯火通明 完全可以看到现场的状况 第二个我们确定的事情呢 是不止游记龙会动手 不止他动脚 马凯有加入了 好第三件事情就是呢 鸭子跟湘瑩呢 绝对不是完全没看到 他们就站在旁边 这是我们刚刚所说到 警方所公布的进一步画面 陶哥 那么稍后这个迎庭 在中小动作四段 五百多号的那个造势的现场 会有一个全面性的重建 因为这个画面 大家比较远看的 不是很清楚 我们这边也特别提醒 家中有小朋友的 让他知道 这中间可能有一些 涉及到暴力的一些画面 那么这个让观众朋友来了解 这是一连串 这些自名为公众人物 发生事情之后 在过去将近六天的时间里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否认跟说谎 那么并虽然致歉 但是也并不是很真诚的 让社会大众看到事情的真相 那么这个是观众朋友 稍后可以再继续 这点请教 你这一连串 协和 我真要说的事情是 我真已经不知道讲什么了 我其实不一定同意涛哥讲的 说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在说谎 其实不是 我被骗只是小事 但是我没想到 在台湾的演艺圈 知名艺人的道德程度已经低到 其实他实际上是参加的犯罪者 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理由 要为他们辩解 要为他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讲话了 过去这一阵子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媒体 有一些电视台 有一些甚至经纪人 开始在检讨我们 对不起我大概是最被检讨的人 因为我跟这件事情 我要说实话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关系 我既跟Makio没有仇怨 我也不认识这个计程车司机 我是毫无关系的 但为什么我从头参与到尾 我必须要明讲 这很简单啦 这太让人生气了 生气到最后你以为这个事情已经 好啦我就觉得OK 那大家都生气了没问题了 但没想到这个事情一波又一波 我必须要讲的是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 尤其是我看了今天的新闻 今天的报纸整理出来 他说这个Makio他们 这些人犯了七大罪 包含了说谎 包含不计安全带等等等等的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新闻出来之后 还看到今天有一些媒体界 有一些众议界 有一些演艺圈的人说 给他一个机会嘛 放他一条深入 我要讲的是 你们都给这样子的人机会 犯罪者 踹人的人 踢人的人一个机会的时候 谁给那个在17度C半夜倒在地上 被人家无助两个打一个 打到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还被人家补了好几脚的 电车司机一个机会 这些人有出来讲话说 对不起不要踢他吗 有跟他讲说饶他一条活命吗 都没有的时候 我真没有办法想象 台湾的社会还有人 站出来说我们嗜血 我们过度追杀 这就是一个犯罪者 如果是一个犯罪者 你还要认为给他一个机会的时候 对不起这个社会追求公平 我追求公平 请给那个司机一个机会 让他活命 这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他是有机是连续的 先是用这个所谓的想过肩摔 其实没有这个摔成 然后再把他侧摔 其实这位驾驶林先生 完全无招架之力 那么最后侧摔倒地以后 先是用脚踹 然后又用拳头打 那么这个是更不可思议的 是马基友 那么穿着高跟鞋 也跟着跑上来再次踹 这边大家看到 不是这些人在踹一只蚂蚁 这是个活生生的人 已经躺在地上 几乎奄奄一袭 那么事实上最后的结果 也证明是奴内出血满严重 到目前为止刚好 可能在今天会出家户病房 已经过了六天 但是肋骨就断了两根 这是用脚踹 大家想想看 什么深仇大恨 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是画面会说话清清楚楚的 我今天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说实话我气得在发抖 我真的要去骂 这真是一对暴力男女 一对暴力犯罪的共犯 我从事件一开始 依照我的推论 依照我的推理 我就认为马基友 绝对不是自身于事外的 绝对是两个共犯 我必须要讲 这件事情会越来越清楚 我昨天就曾经在这里说 我说如果这个机轮车里面 只有友记一个人坐 可能这一场 暴力的行为不会发生 为什么发生 导火线是谁 闪祸者是谁 就是马基友 好 现在接这个画面 可能快要证明我的推论了 你今天马基友在闪动之下 友记为了要为自己的女朋友 表现出来英雄气概 他开始去殴打这个司机 我只是很气愤的事 一直到昨天 一直到从地检署出来 友记还在说谎 他说只有他一个人的事 跟三个女的无关 无关吗 马基友说他根本喝得醉茫茫 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真的吗 友记打完了以后 我本来只以为 可能是马基友在旁边 闪动在旁边叫好 叫说打啊打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女生 竟然踩着高跟鞋过去 对已经被打倒在地上的 这位灵性司机 再给他踹几脚 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这样的行为 还要社会原谅你吗 还有任何原谅的空间吗 好 另外的两个 湘瑩跟鸭子他们上面都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完完全全从头到尾 清清楚楚目睹这一场 一对暴力男女的暴力行为 他们已经出到了 台北地检署过了 我必须提醒了 湘瑩跟鸭子已经做了伪证了 湘瑩跟鸭子做了伪证了 而马基友跟友记 基本上是重伤害的被告了 这稍后我们会谈 但是比较令人难过跟震惊的 就是过去这六天社会的舆论压力 不能说不大 非常大 郁林先生 这些人怎么敢在 这种大的压力检视之下 还连续说谎呢 这几天我当然内心非常的纠结 一方面我当然完全不认同 马基友这样的行为 那二方面呢 因为当然很多节目在评论演艺圈 包含道德轮上等等的 那我总也是想办法说 能不能帮演艺圈平反一下 那不要让大家去一片概全 那我当然刚刚看到这个画面 我心里面也很沉痛也很震惊 我几乎以我的制作经验20年来 我几乎可以认定说 这个可能是演艺圈最大的一个污点 过去演艺圈风波不断是真的 但是有吸毒 有大麻事件 有等等的事件 那很多呢可能就是 祸害仅止于自己的身体 那或者是酒驾撞人 也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从来没有这么赤裸裸的 一个状况说 这个男女公然的一种 一种暴力的行为 所以我是当然觉得 要从何说起呢 千言万语我只能够说 这些艺人从一开始他就太轻忽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 他们或者是他们太没尝试 或者是没智慧 他们误以为可以 有办法可以开脱 或者是一天过一天 他们总认为说证据不会现身 他们认为只包了住火 所以我也无法去判断 因为很多我们同业人员 私下在讨论说 怎么会有人奔到这种程度 会去相信说这种事情 他不会有曝光的一天 他不会为世人所知习 所以我也无法理解 说为什么他们这几个女生 可以从第一天一直到现在 然后天天隐瞒 或者用各式的借口 或者谎言 要来推责这一切 是 所以这一开始在 4号 2月4号 2月5号 连续的一些公开的说法 包括有时候转变的习凶 或者是说 有可能要保留 如果问讲怎么样的话 还可以不告他这种相对的一些的恐吓威胁的情况 可是到了这一两天还说 其他的几名在现场的女性是完全不知晓 那么今天的画面也很清楚 几乎不可能看不出来 是在非常很残的施暴 就是这个画面说话的这种情况之下 这一切就呈现在社会大众眼前 如果我们就算是站在 Makio 鸭子相迎这一边 第一时间你一定会觉得 这三个人实在太愚蠢了 那个愚蠢是 因为那个现场 我其实是非常熟悉那个路段 那个路段 白天的时候热闹非凡 可是即便在晚上半夜的时候 其实车辆来来去去 我本来以为他是在一些路上 相对比较暗的地方在打 所以大家看不清楚 当我看到他打人的那个地点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你们怎么能够相信这件事情不曝光 我本来认为曝光是一连串的意外 可以让我们社会去省思一些事情 可是当我看到那个画面的地点 你们怎么会认为这个地点还会不曝光 可是呢 我站在一般人的角度 我看到这一个影片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很寒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 我们会相信 人不管有很好很坏 或是一点好一点坏 但基本上都不会太冷血 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司机被欧进入了加护病房 可是你知道进入加护病房对我们来讲是几个字眼 我们比较没有看到那个司机 所以那个画面的震撼度是不够的 今天你看到那个画面 就我们跟着当天所有的人看到那个画面 我比较能够理解那个阳性司机 为什么后来一路要追上去 然后他在报案的时候声音不断的战斗 因为他看到了全部的画面 我现在能够感受得到他那个时候的战斗 可是在我感受到他那个时候的战斗的时候 我就觉得2月4号 也就事发后的两天 Mateo他第一次出来开记者会 旁边坐着律师以及有记轮会的时候 他那时候讲的话就更凸显了冷血 今天不是在审判他们 你知道艺人最在乎的叫做形象不是道德 我相信玉林兄会同意这件事情 重点都不是在道德 重点是在形象 本来说谎就是艺人最大的 整个的形象的杀手之一了 现在这三个人面临的 除了法律 在他们形象上面会加上一个冷血 除了冷血还有一个基本上的人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着 这稍后再让观众朋友更仔细的来了解 这一连串都发生在一分钟之内 Mateo应该把他列为伤害罪的共犯 有些人一直以为说 最好是用重伤害来判有记跟Mateo 基本上是逻辑的错误 重伤害罪不是说他的施暴的程度 而是被害人的伤势来决定 他可能用大炮打小鸟 结果只有皮肉伤 那不叫重伤害 那还是普通伤害罪 所以一直希望用重伤害罪来起诉这个案子 就很像觉得说 你这个兵的 你的兵的 受伤越重越严重 那个逻辑是错的 因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不是我规定的 所以应该也是伤害罪 那Mateo的一再说谎 让我想起一个艺人叫大炳 大炳第一次吸毒被抓的时候 我跟他在友台一起上节目 我就批评 我说这个毒品很难戒 大炳打断我的话说 宽哥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证明 我一定痛改前卑 我是什么压力很大 我才吸毒什么 你说要机会 那当然要给你机会 我怎么说不给你机会呢 可是后面的大炳是什么 第二次第三次一直被抓 然后每次都哭得嘶哩哗 玉琳哥最清楚了 每次都说我错了 所以Mateo的这个说谎 所以涛哥我们昨天 你一直问说 那说谎 他们应不应该说实话 说实话对他们有利吗 最有利吗 那今天如果这个袋子 没有出来的话 Mateo会承认 他一定不承认了 已经串好了 有机会说都是我扛的 他们知道我打人 但他们都没看到 他要扛起来 那现在扛不起来了 Mateo那这个部分 伤害罪的部分 这是法律上的问题 他等于是再度公开说谎的部分 对他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冲犯演义圈 或说以后的这个付出什么的 那个阻力会更大 我最后简单讲一下这个就好 这个是简单的一个时间走 那这是打人 打人前跟打人后 可是大家不要把这个时间区 给弄错了 我们现在停留的时间点是 因为今天这个是录影带曝光 这个行车记录曝光 所以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这个之前跟这个之后 我觉得大家把这个顺序 给弄清楚 为什么这样讲 有一个邱义委员的同事叫做简兆洞 当初涛哥在你节目中也讨论过简兆洞的事情 请问简兆洞撞死人的录影带在哪里 监视器在哪里 不公布 我不太懂 为什么简兆洞都不公布 那这个公布我没有意见 那我拜托警方 以后这种案子通通都要公布 你不要再跟我讲你不公布了 土城峰 最后一句的 土城峰局 侦察队小队长枪被抢走 也有监视器啊 为什么不公布 莫名其妙 不过就这一件事情 社会大众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他是 这个有机先是把他这个驾驶 林驾驶 勒住脖子 就从这个车子往这个红砖道走 然后走到七楼后方的时候 就准备要过肩摔 但是没摔成 那么驾驶就往车子方向再回来 那么有机是再度上去要勒脖子 而且把他摔在 是这个在红砖道 侧摔了 那么而且用这个左脚先踢 但是第一次踢空啊 右脚再补上去 连续很踹了几脚 连续一二三四代踹了好几次 那么同时有机还 除了踹以外 还是用手在打啊 马奇奥第一次要冲过去 那么这个有机还是挥手 让他在边上 不要让他参与 但是这个马奇奥还是绕着柱子又跑过来 那么赶快再补一脚 而且这个马奇奥 而且不理会这个有机呢 继续啊 那么踹倒在地上的这个 这位问奖 这是我目前大概看到的一个情况 但是另外香盈跟鸭子都在旁边呢 在旁边都是清清楚楚的看到 这样的一幕这骇人听闻的 这个社会上所看到的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 而且在过去六天完全说谎 马奇奥一点都不笨 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一直都知道 你们总有一天会知道这个画面 即使他不能确定有没有被拍到 但是当检方传讯这三人当中 我不相信他们没有说出来 当时还原现场的经过 我昨天在这里 我说了两件事情 我说这些艺人睁眼说下话 到底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大家还记得吗 我还说了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呢 感觉上有一个脚本在走 我只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知道我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残忍 但是我必须讲就是说 这个论领带在下午曝光 电视台开始有这样一个跑马灯 说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可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是另外一则新闻 是什么 是马妈妈拖着病体出来 接受所有记者的访问 马妈妈含泪求大家 饶了我的女儿 对 再给他一次机会 然后马妈妈说了一句 不要再逼他了 再逼他 他会死 好 这个新闻过只有半个小时 这个录影带就出来了 马基尔从头到尾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在踹人的时候 我们刚刚回过 我们去看那个画面 不是一个失忆的状态 他非常清楚 我们昨天也在讨论 我始终认为 在这个车子里 要负最大责任的人 不见得是那个友济先生 是一个挑衅的人 是一个懂日文又懂中文的人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这个录影带已经告诉大家 好 我们现在不去讨论 马基尔你的法律行为 我们也不去讨论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只是想问你说 你会不清楚 在录影带要曝光的时候 你的妈妈出来求大家 饶了你一命吗 这一路走来 你都不清楚这件事情会曝光 他知道的 他知道 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声浪 开始反弹说 我们也不需要公审他 我们不要把他逼到死 因为他清楚知道说 接下来会有这个东西发生 所以他要先防止 我们终于清醒 我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第一天 他的记者会上 这样不断不断地说 因为我被其凶 因为我发生什么事情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昨天我们还在讨论 我们还不清楚说 你这样一个艺人 你不知道之后会被揭穿吗 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了 因为会有这个画面 呈现在所有的观众面前 他知道总有一天 你们会看到 所以他要先告诉你们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防卫自己 所以他现在看到的 不只是法律上的这个问题 那是让这个检调去处理 检查单位去处理 那么道德的这个问题 社会大众自有公平 但是民众会在今天 真的会觉得非常冷血 这一帮人 稍后回来 再见